而這一回凱米颱風發威 很多居民感嘆說 從來沒有見過這地區淹水 這麼嚴重的 很多村落泡在水裡面 我們首先來看到雲林縣多地區淹水 那麼包括西鎮村這裡淹水高度超過100公分 水都直接淹到了胸口 而西鎮村的對外道路 也因為淹水而中斷 公所趕緊請消防局 還有國軍協助 用橡皮艇把便當送進村內 讓受困一天的居民有東西可吃 可以看到這個村落 其實整條街都是被這個 雨水給淹沒的狀況 那剛剛我們有找到住在這邊的住戶 他們表示說在這邊住了很多年 那其實之前遇到淹水的時候 狀況也不會那麼嚴重 台密颱風肆虐 雲林縣內多條河川水位暴漲 導致多地嚴重淹水 口湖鄉成了一片汪洋 居民說在這裡住了五六十年 第一次遇上那麼慘的情況 臥室淹道跟床鋪一樣高 整體家園到凌晨超級無奈 凌晨四五點已經放棄了 想說淹也讓它淹 不然也沒辦法 颱風走了 但大雨還在狂炸 雲林縣大皮鄉的西鎮村 住家一樓有一半都泡在泥水裡 水深到胸口 深度高達一百公分 居民們穿著雨衣走在路上 像走在河窗裡 整個村莊泡水災況嚴重 大皮鄉成了水鄉責國 消防人員跟協助救難國軍 變身外送員架著橡皮艇送便當 進村長辦公室 我們再出來去 村民們划著門板來領便當 因為受困了一整天都餓壞了 你們一共拿了幾個便當 跟家裡到腰這邊 也可以再撐一兩天 因為我們自己家有閉 豬油嚇一嚇我們就怕什麼 我們那些年輕人都很害怕 但是就說老回來人 真的 他們那雞手還比較親喔 那差不多這樣親喔 好像差不多整個都高 颱風夾帶強勁雨勢 溪水液堤水直接灌進低窪地區 雲林縣水林鄉的萬興村 同樣水源源不斷流進家裡 車輛客南在泥水裡面前進 這裡是口湖的164縣道 汽車全都泡在水裡 整個雲林縣慘遭水淹 修復家園海事條漫漫長路 記者王與斐劉建議科技高方中成 SNG小組雲林報導 Chiisleven 斌渡水 片這裡 揀製造白